蠻低的醫美藥品還有醫美器材 統統擺在走廊上 不是醫美中心的設備要進貨 而是這些統統都是警方起貨的證物 查貨的地點更不是醫美中心 而是一棟普通的電梯大樓 因為有非法秘密在這裡幫人做醫美 評價從基本的玻尿酸豐胸 因波療程應有盡有 價格甚至是市價的一半左右 有客人看了廣告以為是專業團隊 預約花了斯文巴做醫美療程 付了8000電金到廠才發現 居然是個人工作室 我從IG上看到的 那你有坐下去嗎 就是你發現有異狀之後 你有就是繼續接受療程嗎 沒有欸 因為那天突然間好像 那個就有人進來 是零件還是怎麼樣 因為當時我還在補麻藥 警察嗎 是警察嗎 應該是吧 彭線女密衣為首的六人醫美團 在北高兩地做了三間工作室 還在IG上請網紅大打醫美廣告 用將近市價一般的價格吸引客人上門 但這六人通通是無照密衣 更成的是他們還從中國進口仿冒的醫美儀器 假醫生假設備卻真的操刀 幫客人做醫美 還好只有損失8000塊 然後還沒做到那個療程 沒有給那個假的密衣做到療程 但同一種療程以市價來說 光是做全臉就要價12萬至15萬元 就算是做徐步也不大可能只要48000塊 除了從價格判斷醫美醫師的真偽以外 專業的醫師說還有這些方法 這個當然就醫師啦 醫師當然要找專業的醫師 其實冒牌的儀器 或者我們剛剛講主要就是可能不穩定 低的時候就是浪費錢 高的時候就可能出現皮膚的損傷 曖昧是人的天性 但大前提還是得找政府認證的診所 價格太便宜就得多留意 也千萬別相信來路不明的網路廣告 東三新聞孟佳榮 三位高雄報導